激动一下,然后,然后我们激动一下,然后我们可以问袁老师。 OK,我来投赚引玉吧。非常谢谢袁老师跟我们的分享,想到留在婚姻的三种态度。 大帮过日子,今天可能是很多人在一种社会流行的一种态度,一个是为了肉体的欲望,也可能是为了经济的利益生存下去。 那另外一种是社会契约,虽然进了一步,但还不是基督教的婚姻的价值观。 最后一种是盟约,就是我心不变的,除非死亡才能解除这种婚约的盟约在神面前的合法性。 现实的生活中间呢,就像袁老师一开始提到的,实际上大家面对一个共同的生存的问题, 特别是在当代的社会,它不像我们的长辈,或者更早的那个时代,几千年不变, 父母再不远行,大家守着一片土地,实实在在那里过日子,所以大家都是在一起的。 现在面临一个客观的问题,大家要生存,感受到那种压力,所以夫妻分居了, 特别是华人呢,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以后,要么父亲带,要么母亲带, 所以你一开头就讲呢,这个不可分居,不仅仅是离婚呢, 也是代表着说,任何心事的分开,对吧? 现实的生活中遇到这个问题,其实是非常的普遍。 情感的需求啊,身体的需求啊,各方面,甚至有的就是这一个经济的问题, 造成了大量的同居啊,等等等等的。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,我不知道袁老师有什么具体的实践性的建议给大家, 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,为了生存去分居的这样一种现象。 好的啊,刚才远来弟兄讲了啊,这个他说的是为了生存啊,而这个分居啊, 这个大家很多都认为,可能是为了生存而这个分居, 其实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,为什么呀? 是因为,因为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价值观, 认为你是认为这个全家在一起重要, 夫妻二人同行重要, 还是这个经济重要, 我们有一个课啊,叫这个讲这个名分里讲到这个饼和红豆汤啊, 就是这个,因为这个上帝让我们看重的是, 因为孩子啊,是不能够离开父母的, 不是不离开父亲,不离开母亲, 而他是不能够长时间的离开两个人任何中的一个, 因为夫妻二人共同守护这个家庭, 孩子要从父亲和母亲身上阳刚之气, 阴柔之美,同时的浇灌, 就像阳光雨露一样的这个孩子, 才能正常的发展发育啊, 但是呢,因为现在整个的经济大潮啊, 是人们的这个思想和观念被改变啊, 就是什么观念改变呢, 就是上帝也在看啊, 上帝是公义的, 上帝就是人们呢, 就是上帝, 因为什么叫做价值观呢, 就是优先自愿, 哪个是重要的啊, 因为现在大家把经济看得是最重要的, 这个要大家要知道, 就是上帝认为啊, 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子, 不管再怎么穷苦, 也比我们小时候那个要富裕多了, 我们小的时候是吃我穿不暖, 这个吃的上都没下顿,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都吃野菜, 吃这个树皮这样的这种情况了, 人们也都过来了, 那时候人们也没有这个逃难, 也是全家一起逃难, 没有说丈夫, 父亲母亲逃难孩子, 没有这个, 但实际上啊, 你能够把孩子交给别人的话, 那么实际上是他们认为挣钱比做父母更加的重要, 他不是为了生存, 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, 要追求更美好的, 更富足的生活, 就是我要得到我没有的东西, 这个就像这个, 你看这个, 以扫出卖名分也是这样, 他是觉得我用我有的东西, 换取我没有的东西, 那么你换取的东西一定是任我, 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, 来换取我重要的东西, 因为上帝认为呢, 这个是人的, 我们虽然要传讲这样的信息, 就让人们知道, 上帝在, 我举个例子, 上帝在带领以色列, 脱离了埃及进入加拿地的时候, 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呢, 他们过的日子还不如在这个埃及呢, 埃及他还可以吃上那个什么肉啊, 还能吃上这些东西呢, 在那个旷野里面呢, 他就是马拿和这个山泉水, 这上帝是创造主, 上帝不能让以色列人吃香的喝辣的, 每人一匹马走, 这多好出外去做, 没有啊,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, 他带, 他把他像这个自己的妻子一样带出来, 他没有给这个, 他这个, 让我们所说的那个吃香的喝辣的这样的生活, 而是四十年给他们的生活就是满足, 就是一个条件, 就是这个脚不肿, 这个衣服不破脚不肿, 衣服不破脚不肿, 就是衣服是遮体的, 不是这个破破烂淡的, 像那个叫花子一样的, 是整齐的, 就衣服不破, 因为上帝认为这是最好的待遇, 衣服不破脚不肿, 脚不肿不是走路累的脚肿, 而是营养不缺乏, 因为人的营养缺乏首先是从脚肿, 所以大夫都会摸你的脚背, 肿了, 那说明你这个蛋白质缺乏, 脚不肿就是他营养是不缺乏的, 上帝认为我们活在这个金世上的, 真正的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, 让这个在金世活的多么的爽, 多么的好, 穿的穿金带银, 零锣绸带, 你不破, 现在人们是吃饱了撑的, 把衣服故意磨破了, 磨破了像叫花子一样的穿, 他认为这是美, 你看看他是故意磨破的穿, 这不是作死吗, 这不是没事找事, 这不是太富裕了, 而不是太穷了, 就是我们现在绝没有到那种吃不饱, 穿不暖, 现在我们中国的现代状况都是, 没有到那种吃不上饭的情况, 而是人们都想改善生活, 要追求那个我没有得到的, 别人有我要有的这个生活, 所以他就把这个, 因为你做出这个决定, 因为上帝是看你, 我们要跟基督徒讲的, 什么是重要的, 你要知道夫妻不分开, 因为耶稣说了, 说神所谓不可分开, 我们把他理解成不可离婚了, 他说的不可分开, 任何情况的分开, 分居, 分房, 分床, 财产, 公正, 你这个AA制, 这个你妈我妈, 你们家我们家, 这都是分开了, 都是分开了, 你信基督教, 我信佛教, 全是分开了, 对不对, 所以这个, 这个, 这个, 这上帝认为, 你要知道, 这个,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, 我们不分开,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案例, 就是全村都走了, 但是这一对基督徒就是不走, 两人在家里面, 结果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, 他们承包了全村的土地, 然后怎么怎么样, 变成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, 有这样的案例, 对不对, 所以那些走的人, 头上天公回了以后, 发现, 这个钱是放在破漏当中的, 这个钱挣了很多, 但是孩子进监狱了, 儿子丢了, 对吗, 这个, 这个女儿被拐跑了,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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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孩子吸毒了, 加入流氓团伙了, 你这就是, 你回来了, 你回来以后, 你钱挣来了, 全都放在破漏当中, 你最后一无所得, 所以神所给我们的就是, 我们要, 基督徒要, 我这个课在外边讲, 是那个外邦人, 是绝对不会接受的, 我们跟基督徒讲, 基督徒你要改变的是你的价值观, 即使出去非要打工的话, 全家一起走, 就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, 那么神就必给你开路, 就包括我有一个朋友, 他这个多年以前, 他要去美国留学, 我忘了是美国, 哪个就是这个神学院, 神学院如果只能够提供你一个人的生活费用, 三四年读神学院, 那么他就要意味着他要有三年和四年的时间, 跟他的妻子分开, 当时他也在跟我们一起来学习, 他学习我们这个某个课程, 所以他就跟那个回答就是说, 要去一块去, 要不去都不去, 这个我很需要这个神学学位, 但是如果非要一个人去的话, 那我就不去了, 我不能这个一边学神学, 一边受这个独身之苦, 这个受这个性的试探, 当他回信给神医院的时候, 神医院马上给他回信, 说的好了, 那么一块过来吧, 你看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, 我跟大家讲的是, 我不是告诉你怎么办, 你自己决定, 因为你这个决定是你的价值观的决定, 你认为什么是更重要的, 原来我不知道, 对,向你请教一个问题, 我非常感谢今天能有机会, 因为我是袁老师的这个追随者, 我从澳大利亚来追到你们这个讲座, OK, 今天我受袁老师的启发, 我向袁老师提一个深一点的问题, 就是说呢, 中国呢现在的离婚率, 已经达到超过50%了, 好, 但是我要提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, 我要告诉袁老师一个事情, 在我所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有个姊妹呢, 她是这样, 她办了一个中国留守儿童的摄影展, 这是对洋人展, 结果这个她办了这个展览的消息呢, 对中国政府封杀了, 她的微信号也被干掉了, 也就是说, 中国政府特别不希望有人报道中国的留守儿童现象, 因为留守儿童现象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分开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结果, 我想把这个事实告诉袁老师之后呢, 请袁老师谈谈, 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, 下一步将来会怎么, 会怎么样, 你可以谈一谈吗,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说改变, 我们暂时改变不了, 已经是个大趋势了, 好, OK, 就这样, 谢谢, 你说的信号不是我, 通过你告诉我, 我早就知道,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很敏感的话题, 但是我只讲一下, 因为我在国内的课我也讲过, 你们听说过这个中国有一个事情叫做避洁, 你们听说过避洁这个地方吗, 可能有人不知道, 听说过, 在贵州, 贵州听说过, 因为我这是,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, 他们说你听说避洁, 我都不知道, 他们给我看, 避洁的报道就是避洁有一个家庭, 爸爸妈妈出去打工, 给这个孩子, 四个孩子留了一个不错的房子, 据说这房子价值20万, 在当地价值20万, 小楼, 这个最大的孩子好像是男孩子是14, 15岁的样子, 我忘了就具体年龄了, 后边就是什么10岁, 7岁, 5岁, 就是这个14岁, 带着三个弟弟妹妹, 结果毕竟发生什么事呢, 他把这个把三个弟弟妹妹堵死, 然后自己自杀了, 这个事情啊, 轰动的, 我不知道现在, 我可能网上已经都给弄霉了, 但是你肯定会听说过这个事情的, 还有一个, 这是一个案例, 还有一个是孩子妈妈, 春节来了以后, 单身家庭, 单亲家庭, 就是妈妈要去打工, 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, 她的姨爷姑, 我不知道, 反正一个还是老爷爷, 就交给了留守的, 留守的, 就变成留守儿童了, 把他交给了家里的别人, 然后妈妈春节回来, 这个孩子呢, 就是要去打工的时候, 孩子送了一程又一程, 就是孩子就不走, 就送妈妈送, 一直送到这个车站, 妈妈坐着长途汽车走了, 结果这个孩子回去的时候呢, 就是第二天早上, 人们在一个池塘里, 发现了这个孩子的遗体, 就淹死了, 就是没有人知道, 他是夜里回来, 吊到池塘里面淹死的, 还是他自己投这个食堂自尽了, 没有人知道, 但是我想, 更大的可能性是, 他投这个食堂自尽了, 因为据说是那条路, 不是他回家的比京之路, 所以我就想就是这个, 就现在中国大量的父母, 他们不要说这个不信的人, 就是信的人, 也没有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, 他们肆意的离开了自己, 就中国现在, 你说的50%的离婚率, 其实情况要比这个严重的多, 为什么呢, 刚才你没有上来的时候, 我跟那个张牧师, 我说过了, 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, 她是帮助这个, 帮助做这个, 这个人口普查, 就发现这个小区里面, 这个在一起是, 像夫妇一样过日子的, 很多根本就不是夫妇, 因为一这个, 大家多数年都以为, 他们就是夫妇, 但是一查这个户口, 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夫妇, 这种情况, 他说不是一个两个, 是大量的存在, 那你说啊, 那个没离婚, 这个跟离婚有什么两样呢, 就现在我们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, 那么我觉得我们, 给这些外邦人讲, 是改变不了的, 你跟他说你要过, 过这种, 你这个衣服不破, 脚不肿, 为这样的一个, 因为任何高于这样的一个, 一个都是欲望, 人们因为上帝认为啊, 这样的生活是, 人们就会有大量的时间, 一个人也能够供应用全家的生活, 而且大量的时间, 我们可以全家人在一起, 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, 我们基督可以读经啊, 祷告啊, 跟孩子做游戏啊, 因为你知道了, 吃的这个东西, 营养不缺乏, 衣服不破, 这就是要有意有实去当知足啊, 对不对啊, 所以这个上帝告诉我们, 不要太富有, 太富有让我忘了你啊, 也不让我太穷, 我就偷窃,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, 我们要回归神的价值观啊, 这个所以难度, 弟兄我们在这也很多事也不太好, 公开的去评论啊, 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个这个渠道又没有了啊, 所以我们就是, 但是我们也还要指出这个, 这个大家要有这个看见啊, 叫教导基督徒, 千万不要, 自己的分开啊, 不要轻易的分开啊, 我们夫妻的分开, 短暂的几天可以, 但是频繁的几天也不, 也不好的啊, 因为我们任何的分开, 都是给魔鬼撒旦留地步啊, 就是那个质鸟, 他随时随地, 他不是说在你盟约这个之前啊, 盟约之后, 但是你盟约多年了, 那个质鸟也会飞来, 他要这个破坏你的盟约的啊, 所以多少, 我们知道多少人啊, 都是因为分开啊, 才给魔鬼撒旦, 趁虚而入的这样的机会, 哦, 袁老师这个, 这个留言簿上有几个问题, 第一个是一个是那个, 呃, 笔名叫小米手机的, 他问的是一个问题, 说身边有个姐妹, 丈夫喝酒后会打她, 现在离婚了, 丈夫也承论会好好对待她, 要求复婚, 姐妹同意了, 但是姐妹的母亲不同意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这个事情不能听你母亲的啊, 呃, 这个, 呃, 因为这个, 你已经成人了啊, 而且我们要明白婚姻是一个盟约, 呃, 再一个给这个姐妹, 你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决定, 我觉得这个姐妹很不容易啊, 呃, 但是你不是说, 我, 我希望你这个复婚呢, 不是因为发现他还有可利用的价值, 或者是自己有些缺乏是他可以来支持的, 如果你这个目的的话, 依然是不讨身喜悦的, 我们复婚的真正的目的, 一定要知道这个婚姻是盟约, 啊, 在上帝看来, 他是一个要守约施次爱的, 呃, 呃, 这个, 呃, 这个, 你要也要反省啊, 当初离婚不光是这个丈夫酗酒, 呃, 暴力才造成这个离婚, 我们很多会认为是这样的, 其实我们要深究他这个酗酒和暴力的原因, 因为你可以看他酗酒的一定很痛苦, 他痛苦又不能跟自己的妻子去这么说, 就我们, 我们想因为很多事情, 你, 你改变不了对方, 但神让我们就通过这个事情, 一定要反省自己啊, 在这个上帝, 我们都要, 因为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, 你改变不了对方啊, 上帝没有给你改变对方的一丝一毫的权柄,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百分之百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权柄,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做, 所以我们要明白啊, 他为什么这么痛苦去不跟他的妻子讲, 对吗, 我在他痛苦的时候, 我有没有这个用爱去为, 去关爱他, 安慰他, 呃, 因为男人在最沮丧的时候, 没有比妻子的接纳肯定温柔, 更让这个男人能够啊, 这个撅起, 能够这个, 呃, 这个坚挺, 这个直立的啊, 这个这个任何别人都不行啊, 就是妻子是因为我不是别的女人的男人, 我是这个女人的这个女人, 因为男人之所以为男人是有了一个这个女人是男人啊, 更加的男人, 所以我们要他很不男人, 但是不那我就反省我这个做女人做的怎么样啊, 这个我只有反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, 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权利, 所以我们去你要弥补我所做的不足的地方, 我要与爱去面对, 以祝福去对咒诅啊, 这个才能够把这个婚姻不是一个为了利益啊, 为了和谐生活, 为了俩都活得幸福而这个, 而这个团聚啊, 而是为了持守盟约啊, 持守盟约是很, 有时很痛苦的事情啊, 就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, 祂是为了持守盟约, 但是很痛苦, 那不是兴高采烈的, 不是这个啊, 这个啊, 我说大家能明白啊, 就是, 不是说简单的复合就是和神心意啊, 复合的目的动机很重要, 好吗? 下面一个问题是, 是可能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, 有个弟兄曾经在没信主的时候离婚, 另外女子结婚了, 后来信主了, 现在就觉得对不起自己原来的这个妻子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怎么样去跟他? 这个没有信主, 现在信主了, 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, 勇于去弥补, 然后诚恳的来到妻子面前, 向求妻子饶恕自己的过犯, 然后还给妻子一个负责任的, 属灵的丈夫, 那这是最好的选择, 对不对, 但如果妻子已经结婚了, 那就另当别论了, 因为他又进入新的婚姻了, 这个我们知道, 他不管怎么样, 那么我们就要, 就要这个执着了, 你要这个不能够再去, 那你等又破坏一个婚姻, 所以不要这样的, 不要律法的去做这个事情, 好, 下面这个有个人问, 如果对方分居了很多年, 他因为孩子的问题, 没有办离婚证, 我这个问题不是太理解, 可以先交往吗? 我讲我们这个课程啊, 是只讲, 我把这叫脚前的灯录的光啊, 脚前的灯的是, 我解决我当前, 当下难题的, 这样的做法, 我怎么解决, 就是你夜里走路, 你打一个灯笼, 这个灯笼只能照你脚前, 一平米左右的距离, 这个灯笼只能解决你怎么走你眼前的路, 就是我自己个人难题, 但你还需要一个路上的光, 路上的光就是, 你的家人给你留一个灯, 告诉你, 我那个灯呢, 在漆黑的深夜呢, 它是我的一个前进的目标, 别人都睡了, 我的家给我留一个灯, 那是我前进的目标, 所以我把我们这个课程叫做, 叫做这个光系列, 就是路上的光, 我们只讲圣经的原则, 讲他这个上帝的奥秘, 然后具体你怎么解决, 走你自己脚前的灯, 你必要打一个灯笼, 这个灯笼就是圣灵的光照, 你每个人只能打自己的灯笼, 照你自己脚前的路, 我们都去耶路撒冷, 我从北京走, 你从美国走, 咱们走的路是不一样的, 咱目标是一样的, 但是走的路的路线是不一样的, 所以这个不能够去参照别人的路线, 也不能用别人的, 我也不能用我脚前的灯, 去照别人的脚前, 你照着我自己摔倒, 对吧, 所以这个灯就是上帝跟我们每个人, 建立私密的关系, 你要跟圣灵建立一个关系, 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, 主持人艰难给你当兵, 有空我给你当水, 他这个矛盾就是你说说这个, 这个矛盾各种各样的危难挑战临到你, 那怎么办呢, 他说那个教师却不在隐藏, 你看见, 正是因为这些痛苦的这个挑战, 那个教你才会, 你就呼天喊地, 你任何人都帮不了你, 你才会谦卑的跪来去靠神, 那这个背后的教师就不在隐藏了, 就出来了, 对不对, 或向左或向右, 这个不是我袁大同告诉你的, 这也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告诉你的, 他告诉不了你, 因为没有人知道拒绝情况怎么样的, 每个人诉说都是自己的问题, 只有你自己清楚, 神知道, 所以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, 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, 你靠着圣灵带领, 来解决你自己当下的难题, 好吗, 你这个要怎么办, 所以我这个课是不回答怎么办的, 我们解决why, 不解决how, how, 是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, 这个一个叫Sara姐妹的, 她说圣经上说, 又有话说, 人若休期就当给她休书, 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, 反休期的若不是为淫乱的言故, 就叫她做淫妇了, 人若娶这被休的夫人, 也是犯奸淫的, 那么她的问题就是, 请问人离婚后, 是不是不应该再结婚, 跟离婚人结婚, 是不是犯奸淫? 这是旧约的, 我们有一个课, 有基督徒离婚已再婚, 那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, 所以这个课要讲, 第一个他是, 因为摩西给修书才可以, 给这个修书才可以休期呢, 这个耶稣已经说了, 这是摩西看你们心硬, 所以才给你们的条例, 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, 是摩西的无奈之举, 也是被神所容忍的, 因为那个时候, 以色列人他们随意地休期, 休期以后呢, 妻子就无所容, 你光说你走吧, 我走了以后, 到底是你真修我还是假修我, 你就过两个半天, 因为女人在家里, 她是没有男人是不能生活的, 她必须要想下一步的走向问题, 你不给修书, 她就无所适从, 你男的你这个女的完全是在被动的在应对, 所以摩西是说, 我就是我给你们什么样的条例, 你们都会休期, 那么怎么办呢, 你非要休期的话, 那你就, 你给她一个修书, 好让她有了修书以后, 那你立自为证, 我就能够去处理我下面的生活, 我就可以, 这个摩西是体恤那些被修的女人的, 这个日后的生活的问题, 那么这个后来以色列就把它作为一个律法, 后来耶稣就在纠正这个, 说这个摩西是看你们心硬, 这一个无奈之举, 但实际上上帝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, 就是不是说你离不离婚, 那么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人所配, 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, 也不是说不可以离婚, 不可以修期, 我们把这个分开给理解的太狭呀, 变成有能不能修期了, 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对那些自以为, 我在律法面前我达标了, 所以我没犯罪, 耶稣告诉他, 这个即使没有离婚, 你也分开了, 你有各种各样的分开, 那么分开就不合身的心意, 所以你就犯了罪,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, 这个不是给所有人, 他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塞人, 他认为我没犯罪, 我都给修书了, 我离了几次, 神告诉他们, 你们即使没离婚, 你只要分开, 那就不合身的心意, 耶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,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淫乱这方面, 还是没有罪, 我们都在神面前站立不住, 结果呢, 现在那些听的, 就那些人就以为, 上帝定我们的罪, 不是, 所以这个不是在订, 这不是给我们的那些离国婚的再婚的, 很没有盼望了, 其实不是, 他是在这个话, 怎么说呢, 就好像是一个, 美国没有啊, 中国有这个一个学校的差班生, 这个班里全是差生, 把这差生放在一个班里,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, 然后这些差班生里的, 有些比较好的学生考试考得不错, 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好学生了, 所以这老师就跟那些差班生里的这个好学生说, 说你这个成绩就是再好, 你也是差生, 结果呢, 这个差, 更差的生觉得, 哎呦, 他们那样的都不合格, 那我这个, 他产生这种被定罪啊的感觉, 所以我要记住, 也要知道这个神这个话对谁说的, 他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一个标准, 那给所有人的标准那是律法, 是一个条例, 新的, 那耶稣不会否定摩西的条例, 又给出一个新的条例, 不是条例, 他耶稣在这儿是告诉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塞人, 你怎么做, 你都不能够因这个做的这个事来称义, 你不能称义的, 所有人都需要, 那么都不能按照标准称义, 那就只有就是需要救恩, 需要这个来到神的面前, 来到神的面前, 不管我犯了什么罪, 哪怕是妓女哪何都有盼望, 就连这个, 这个, 这个, 革命, 这个堕落成妓女, 不是说离婚不离婚, 过程禁女了, 你也有盼望, 好吗, 现在, 所以基督, 现在我们的教会里不是用基督可以什么, 不可以什么, 这都是条理律法, 而是我们把神的这个打着脚前的灯去寻找那路上的光,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 一个是梁永宜姐妹的, 她问就是从未结婚的, 是不是要找同样没有结婚的, 不应该找妮仪的, 又是一个没有这个律法的辖制, 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成全了律法, 律法对我们已经没有辖制的作用, 它不是说靠我们做到一二三四, 才能够讨神的喜悦, 而是来到神的面前, 跟随着圣灵带领, 从什么样的沼泽, 什么样的污秘的境地, 都可以越来越亲近神, 而讨神的悦纳, 所以不是可以不可以, 能不能我不回答, 能不能可以不可以, 这是你需要向那个里边的圣灵去求问, 但是求问之后, 你一定要当然你要多多的多学神的话语, 了解神的心意, 只有了解神的心意, 才可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, 都不了解神的心意, 光靠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, 这个做得再标准, 就没离过婚, 没修, 什么都没有, 婚姻斗姓, 那就可以在神面前, 因这个没有离婚就称义吗, 不行, 因为你无论如何, 你也动过一念, 你也有这个念头, 你也想过什么, 在神面前, 我们都是不达标的, 所以, 都需要神的恩礼, 好, 这个领原板上的问题已经没有了, 不知道, 大家也没其他问题了, 那没有其他问题, 那就请我们, 我们非常感谢袁老师, 那请我们张牧师做最后的祝福祷告, 非常感谢袁老师, 谢谢袁老师在百忙中间, 给我们主讲这个讲座, 也允许我们做一些录音和录像,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发给大家, 这个时候, 微信的平台也比较困惑, 我们看一看, 如果没有办法发给大家, 可以私下的联系我, 中间大多数都是我们彼此都认识, 最后的问的两个问题, 是华人的世界中间, 常常令人困惑的问题, 袁老师回答的非常的柔和,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大家的意思, 解决大家的困惑就在这一点, 非常委婉, 无论如何呢, 就像袁老师在讲座中间一直要提到的, 我们不是遇到问题, 再去解决问题, 而是一开始就求主保守我们, 能够不出那些问题, 求主来怜悯和保守住我们, 教会你要不要, 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, 讲座的意见还是, 我们是教会, 在教会所及的意见, 到时候发到我们教会的圈里面, 好, 我们下次还有没有讲座呢, 我们在另行通知大家, 我们在一起去讨论, 也对这个阶段的讲座做一个评估, 好, 我们一起来祷告,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, 你对婚姻要求的是如此的严格, 也在婚姻中赐下如此多的祝福,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, 愿将一切荣耀颂诞都规定你, 也求主你格外的在这一个时代保守我们的婚姻, 那这像我们今天讲座中间所提到的, 遵行主你旨意的婚姻, 不仅仅是要去承受一个祝福, 也需要我们自己在承受祝福的时候付上代价, 我们不能因为改变生活的质量, 就去违背婚姻的原则, 主, 当我们不去违背婚姻原则的时候, 说不定你就已经赐福我们生活的质量, 主我们谢谢你, 天父啊, 你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困惑, 以及在选择中间的两难, 求主你赐给我们坚定依靠你的心, 给我们智慧, 给我们敬畏, 保守和帮助我们, 在婚姻上能够荣耀你, 在恋爱中能够得着你的祝福, 求你赐福我们群里面, 还有在今天参加学习的主啊, 未婚的求主你赐福他们, 到着你的心意来带领他们的恋爱, 一婚的求你帮助我们照圣经的原则, 夫妻不可分离, 照着主你的原则去建立, 和你心意的婚姻和家庭, 主谢谢你, 求主为你圣明的荣耀, 保守我们的恋爱和婚姻, 也赐福在这里, 每一位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, 谢谢主, 再次祈求你祝福你的仆人, 祝福他婚姻的事工, 谢谢主,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, Amen. Amen.